Jerry那么其实要贷款的话 Lender他当然要看这个人的收入 还有看他的asset 那只要这两个还是最重要的 那关于查收入或者是不查收入 这个都在你们GMCC万通贷款的 所有众多的program之中 由您来替borrower来想 怎么样的解决方法是吗 对是的 经常客人来找我是说他现金不够 他即使收入够贷款 但是说现在利率很高 他觉得这个付这么高的mortgage 他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这个seller看着 他提供了这个财产证明 觉得他这个资金也比较紧张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borrower有很大的这个心理负担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是有办法来 帮助他这个降低他这个 就是平常负担这个mortgage的这个压力和风险的 这个buyer一些credit的话实际上是更有力 他把房子更快的卖出去 好Jerry 好我们了解了 那这个321Buy Down是一个现在啊 买新房或者是继承屋都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builder他也可以帮助买方 然后seller也可以帮助买方 让这个transaction就是很smooth的就过去 那另外还有个问题 就是客人呢 他有的时候他要换屋啊 那他不能够同时负担两个房子的 这些要所谓的fully documentation的loan 这要怎么办呢 对通常的做法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说 他现在自住房按照depart income算一个出资收入 然后这个出资收入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这种情况下呢 基本上他是可以有助于他降低降低的DTI 就是说也许是可以 有利于他拿到新的这个purchase loan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湾区这个出资收入是 相对来说是很难达到一个正的cash flow的 所以呢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客人有这个 这个难点就是无法拿到新的purchase loan 如果他不卖现在的房子的话 是有这个问题的 我们的program是buy without sell 就是说他先按照他所有的代口能力 用来买新的房子 目前的这个已经有了这个房子的负债 是全都可以不算的 包括这个黑lock的cash out的这部分的 黑lock和cash out都是可以不算负债的 所以他可以很从容的先去买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房子 之后才来考虑他现在的房子 是是出租还是还是继续卖 所以这个给客人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对我来插一下 跟杰铁讲的非常好 杰铁帮助他做到一个case 人家消费者跑来 不卖掉不能qualify 那人家外面利息又做bridge loan 什么cross card九到四个percent 两到三个pull 杰铁就帮到他不仅不要受pull 利息的很多 关键还不要付那两到三pull 这叫buy without sell food 非常好 第二干杰铁帮到很多消费者 所谓的suit on buy down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50万的loan的话 一般人家payment 假设5.6随便讲 2,800 如果suit on buy down 2.6第一年就只有2,000出头 这样他每个月可以省了870块 然后继续碰API再说 所以说你想 省了差不多靠近三分之一的payment 非常significant 所以我就说大家消费者 不管是买房子 或者你要low rate low payment 请找Jerry和我们公司500多位的贷款顾问咨询 好不好 那么我也很快讲一下 我们非常欢迎消费者 不管什么情况 找到我们GCC 总有一款适合你 而且非常好的利息 很flexive program 所以我们工厂品非常强 我强调一下 像Jerry啊 Lee啊 APL他们很多loan office 在公司 我们都是每个礼拜 参加training 很多program帮助大家 也欢迎 有志于贷款行业的loan office 他换跑道 看公司这么多产品 参加一下 每个礼拜三 早晨八点半 online room mini 这个要麻烦 ISVP到650-996-198 650-996-198 如果贷款的话 请找Jerry 还有我们公司的500多位贷款顾问 也可以 真的找不到的话呢 那就到gmcc.com 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提供观众朋友 很多一开年呢 就有很多机会 有很多好的program 资讯性非常强 刚才James 他提到的一点 每个礼拜三 还是欢迎给有志 想要加入GMCC的朋友 做一个open house 这个现在时间变了 是在加州时间早上8点半 因为他们要顾及 全美46个州 想要participate 要来换跑道的朋友 所以记住一定要打电话 ISVP用text message的方式 到650-996-1982 650-996-1982 非常感谢二位 在我们过年的时候 第一次来上到我们的娱乐漫谈 谢谢James 也谢谢Jerry 谢谢你 好 谢谢 Kennedy 谢谢大家